要開始了ор?快不停 她就是這樣的水果 3、2、1 媽媽,iers渾遙可救媽媽? 当然可以,来来来,拿去 还开心,去拍照 拍照,拍照,拍照 耶,拍照了 哇,这两个你真的好酷哦 可是我还稍微有拍美女走 两位 等着,你也要拍照哦 不是,我是来提醒你们啊 你们已经拍了很多张了 您应该把张照片给理琳上吧 我们下一个的小准ります 这个好想我有的 最好天哪 刮 planning 把网战停的 dein Day 只有银子 不来 会不会 》 比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您知道 您是音效 是不是 对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到宝贝电视台 与我同来 为你们介绍 第一个报导 牛爸爸跟牛妈妈要寻找小虫给牛宝宝吃 第二个报导 母狮子跟小狮子 一到我选母狮子会给小狮子走个阿虫的地方雕塑 第三个报导 小鱼 小鱼应要给妈妈照顾 一年以上他才会离开妈妈 这是爱地球生态保育观念的报导 接下来由我们周祖播为我们报导 广告时间 下个报导 各位观众,您好,接下来有我的主播为您报导 有一位女主人,她搬家了,没有把她的小猫带走 所以她的小猫很久都没有吃食物了,很可怜 所以我们都要来要去,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我们有养宠物的不要随便乱去养她 谢谢观众,接下来有我们的主播为您报导 好,广告时间 准备了,准备了 四,三,二,一 看完了 爸爸,我要一只小狗 我要告诉爸爸妈妈买钱 妈妈,我们告诉你,想要一只小狗 好,我们去投入店买小狗 快一点 欢迎光年 老板,我们要一只小狗 好,我带你来一只小狗 爸爸,我一个人带你来看 爸爸,我又要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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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会拿给你 老板,我就是要这只小狗 怎么照顾她 爸爸,我们要带她去大狗 和她去东西 有,打 rebel 我跟大朋友一起打 最近我在高雄公園看到有一個小朋友 他在欺負小動物趕快來採訪 那我聽說為什麼那個小朋友會打那隻小狗 因為那隻小狗不給那隻他的打 我就採訪他 小朋友為什麼要打那隻小狗 因為他不跟我走啊 不跟你走要有愛心的愛他啊 好 我知道了 好 你給我回爸爸媽媽的分別 好 這是我落記者 這是我落記者在高雄公園連線報導 希望小朋友家裡有兩寵物的表情不動用 愛他要餵他吃食物 這個接下來有我們周主播為您報導 各位觀眾您好 接下來有我周主播為您報導 一個尊重生命有愛心和責任感的 航空機新聞有我們SNG連線才為我們連線 在一個天氣良好的早晨 有一位貨車司機開著一輛小貨車 車上載滿了許多東西 司機開著開著忽然間踩了煞車 貨車上釣出了一樣東西 可是呢這個貨車司機都不知道 還很快的將貨車開走了 過了一會兒有一隻大紅公雞出來草原中散步 紅公雞一邊散步一邊唱起歌來 這是什麼啊原來是一顆蛋 怎麼放在這裡 這是誰家的蛋誰要照顧他 紅公雞決定要把這顆蛋 帶回去請母雞幫忙 媽母雞這是不是你的蛋 這不是我的蛋 媽咪3會幫我照顧這個蛋 不行不行 我有自己的蛋要照顧 再我不能幫你照顧那顆蛋 你還是去找黃母雞嗎 謝謝黃母雞 於是紅公雞又帶著剪刀的蛋 去找黃母雞幫忙 黃母雞這是不是你的蛋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蛋 阿米狗不可以帮我照顾这颗蛋 因为我要记者的蛋要照顾 所以我不喜欢你照顾这颗蛋 你还是去找兰姆鸡的 谢谢兰姆鸡 于是红公鸡又带着捡到的蛋 去找兰姆鸡帮忙 兰姆鸡这是不是你的蛋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蛋 阿米狗可以帮我照顾这颗蛋 不行我有自己的蛋要照顾 所以我不喜欢帮你照顾 你还是把它放为原来的地方吧 谢谢兰姆鸡 于是红公鸡想一想 没有母鸡又帮忙照顾这颗蛋 于是把蛋放为原来的地方 丰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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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照亮到底让大家欢迎 还是等不到蛋的主人出现 再等到晚上月亮婆婆也出来了 我是月亮婆婆 我有美丽的月亮 还是一样等不到蛋的主人出现 最后天气开始变坏了 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雨 我可以让大地龙满的 红公鸡还是等不到蛋的主人出现 忽然间红公鸡听见一个奇怪的声音 我是一只草 你给那个蛋给我吃掉 不然我奶奶也给你吃掉 谢谢 我不要用这个蛋给你吃 于是带着蛋 赶快逃跑 毒蛇因为追不到红公鸡与蛋 所以就放弃了躲回草丛中 好险哦 幸好没有被毒蛇吃掉 也不然给它放在这里 不然又被毒蛇吃掉 于是红公鸡想到一个好方法 我想一个好方法 我来自己孵蛋 金色的母鸡 知道红公鸡呢 要自己出干 全部都去找红公鸡 我母鸡说 红公鸡你是我们的大英雄 于是呢 母鸡们就回到鸡舍 去准备一些东西 要给红公鸡不蛋 红公鸡你在不蛋的时候 可以打毛线 谢谢 那个王母鸡 王母鸡咧 王母鸡说 红公鸡这一天都给你热 这个你不蛋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了 于是呢 兰母鸡也准备了 一样东西要送给 王公鸡 王公鸡但是你要 你不蛋的时候可以吃东西 谢谢 不是啦 王公鸡就开始 孤着他捡到的这一颗蛋 一边孤蛋 一边长流血 有时无良还会看看鸡 肚子到来的时候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红公鸡呼到睡着了 红公鸡睡着时 似乎看见自己的大却是 呼出一只大狗 红公鸡 我会吃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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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红公鸡说 一定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恐龙蛋 我是干二 我会把你吃掉 啊 还好我的蛋还没有孤出来呀 红公鸡继续孤着他的蛋 过了不久 却听见蛋壳裂掉的声音 这一颗蛋呢 已经开始孤化了 孤化住一只小小鸡 小鸡一起叫着 爸爸 爸爸是你的爸爸 是你的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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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鸡现在每天 都带着他心爱的小鸡 一起在农场里面散步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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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唱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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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走开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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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